大家好,今天是19日,19日是星期一 又到我们每日直播时间,香港时事 不止香港,我本人很多事情都关注的 一个人搞一个节目,一个台,一个台的规模 大家看看,天气报告也做了 这里看不到直接,看不到枪 大家看到的是反映,白色的桂的反映 是有太阳出来了的 希望天气就好一点,哎呦,开冷气,没所谓,热一点 大家是哪一条粉腸七十岁这么长命啊 是我们会不会有国安问题啊,这么说啊 就这个,习大大 是,我特意找了,看看毛主席的记录 毛主席是几多岁死的呢?82岁 那就是说呢,其实呢80,不好意思 上了年纪人少了,我们应该很豁达的 所以也是,我少有的,因为我都小过一年 不够一年了,他七十,十个月左右而已 那,没有十个月了,八个月了 那他就是十六号,应该是星期五 十五号还是十六号呢,七十岁了 那竟然没有官方任何庆祝活动呢 也没有任何新闻都没有 那你没有呢,官方不庆祝而已 他私人有没有庆祝呢? 那就没有啊,都是没有的 没有消息,任何消息出来的 没有,应该全部没有了 但是有几个人呢?有几个独裁者呢? 昨天才说了一集独裁者嘛,大家可以听回 有这个独裁者的困扰 因为,总之他不知道人,人不知道他啦 独裁者通常很孤独的,你看他是不是很孤独 以前呢,这几年喜欢和人斗争嘛 斗倒了那些人,他应该就很开心啦 但是又不是的,你觉得他不开心的 但是近日就很多,哪个人趁生日去呢? 那竟然你看那两天呢,就是有阿彪姬去 就是见到他呢 接着又有个球王美斯,巴西的美斯去了 打有鱼赛那样,好像很高兴那样 那这些东西都拉过来说,那些外媒 那你可见呢,普通人生日就生日咯 是吧?那六月十五后 那有哪些人正式祝福呢? 普京和金正恩,即是两三大 世上三大独裁者互相互相祝 金正恩后生一些,但是普京 都是差不多了,这些都是早一点就过了生日 那官方又没有说他什么时候生日 但是不同途径就显示他是十五号 那没有任何公安应促活动 那原来这个是传统来的 就是一九四九年毛主席说明我们不可以搞这些 个人崇拜,但是他个人最崇拜万寿无疆 对不对?万岁万岁 后来他变了万岁万岁 但是他自己因为定下的规矩不搞 他变了基本上是不会搞 就是庆祝生日的 所有领导人都不会了 但是总有些拆崖子是会做的 但是究竟那些人够不够敢做呢? 那也是一个问题 没有任何公开活动 慶祝 就事如此 除了这些有些外奔去了 什么时候去了 和彪姬去了 都没有顺便慶祝他 就是没有祝他生日快乐 那就是呢 一边我发 认为习近平有意把自己索造成毛泽东第二 又要修复光土啊 光复什么东西啊 所以他也不做这个 不做这个 慶祝大寿这样的事情了 不足寿 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就说 制定了 在第七届二中全会 不足寿 不送礼 不敬酒 不拍掌 等规矩 不足寿就不会有送礼 敬酒 拍掌 但是 好像有送了些东西给他 据说 在清帝王用的 做仇御用寺庙的 北京万寿子庆生 据说是这样 有没有做到庆生 都不知道 就没有公开新闻报道了 但是 金正恩和普京 就给了 送了礼包给他 那 为什么这么 这么醒目呢 这两个人 就好像 送了蛋糕给他 陆陆大信 普京 俄罗斯兵其林 什么 送雪糕给他 送到他不用了 那 好了 又说 大功祝他 国际地位又强大 是呀 诸如此 那 我就做了一句 他说 人生七十古来熙 那这句说话 来自杜甫的 有明堂的 整句就不读了 但是他什么时候写的呢 原来背后就 颇有意思的 值得第一支 人生七十古来熙 那就是 他是四十六岁的时候 看先 稳妥一点 对准古代 那为什么叫做古来熙呢 古人 因为古人到七十岁 不会升官的 通常到七十岁 所以为什么七上八落 老等都是 这个是很根据 就是 当然古人是 短靓一点 所以叫做古来熙 这句说话 走债行常 尋常行处有 人生七十古来熙 那时候杜甫就是被贬 他写的时候 刚刚四十六岁 本来就是这样 通常古人到了七十岁 就登峰造极的了 通常是意敢还乡 告老归田 那就应该的 但是呢 我们老杂呢 刚刚正是发动一次夺权 是 将自己 就是变为终身制 七十 反其道有行 是 成功了当然 他已经正式改了宪 改了党章 就他了 那 照计 道普社的时候 就为什么这么悲情呢 因为他刚刚就是仕途不好 就是被人贬了 那就 去了地方做小官吏 官吏都没有 周身债 所以他说走债就多了 几时熬到七十岁呢 无奈 颓废 这句诗是有代表颓废和感叹的 要卖衣服来换酒钱 倒串债 无疑对这道好来说 这个诗人当然是相当有情怀的人 觉得是无疑对的 但是最后 道普都未到七十死了 五十八岁死了 四十六岁写这首诗 这首诗呢 这句其实不是这首诗 我们时时都讲的 我们容易引用 你看也有些心意 有些意思的 就是毛老毛 六七年 他是1976年死的 1976年死 那他六六年发动文革 他八十二岁死 即是他七十二岁 是吧 七十二岁的时候发动文革 七六年死的 是吧 那 什么意思呢 跟老习现在差不多 是吧 六六年当然他之前已经是密谋 时间差不多 那结果呢 成功了 发动文革之后又如何呢 又如何呢 那他到了晚年呢 其实是充满稀虚了 他也知道文化大革命的意思 就是希望在人性上 基本上改变中国人那种习性 方便他继续革命 就是他的革命理想是高过普通人很多的 就是要令到中国世界第一 那好了 成不成功呢 那 只能够说不多成功一部分 他晚年知道自己改变不了整个中国的官僚那些东西 他也知道他死了之后他被人否定 那出奇的结果不是太否定他了 部分肯定了 毛泽东 但是呢 如果你这个学他的人说呢 成就成了 但是老毛是发动文革奪权 他又发动这个改宪 变成终身制了 现在无限风光再显风了 所以这一阵 是不是他心里面怎么想呢 是不是很开心呢 是不是 因为既然你已经打破常规 老毛的常规 就是变成终身制了 打破老毛之后 那你应该是很高兴的 但是你又想想 我 很多人不明白我 比较不明白 如果到你70 我都70 就快了 就是呢 喂我怎么说 90岁不像样的了 是不是 现在突然间70岁 这几年 还是头脑非常清醒灵活 有些斗志 所以要做YouTuber 但是做得多久呢 我都还怕 开始怒人痴呆 开始什么 就算了 停了退出 他不是的 他背着整个历史责任 整个国运的责任 而他已经70了 给你了 你知道晚年老毛都流口水了 72年已经流口水了 其实再过多五年左右 就是他开始拍甘迅的了 那老杂 近来呢 走路都是震震震震震震震 而且近来呢 据观察呢 他少都站在那儿 以前一直站在那儿 说了很久 现在多数坐在那儿说话 读稿呢 坐在那儿读过 也都显示他 已经弱了了 走路没有以前那么快的了 这些呢 对一个老人来说呢 是正常的 你看看胡锦涛十年前 何等精灵呢 其实走的时候 就是下台的时候 现在最近看到就 走路都不行的 你可想而知他看到这些 前人 现在 拿权了 那能做什么呢 如果你说最近的情况 中国那个 就是 国家情况好 那个 就是 国际形势好 他自己好 经济状况 最近那样 都没有什么 权是你了 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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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我昨天 那个 做了个短片说 独裁者的困惑 困扰 就是呢 下面的人究竟说话 你听 就是有没有说完 你听呢 现在的形势是多差呢 他知道的 但是 改变不改变到呢 一般人 会不会跟你说 怎样改变呢 认为 怕你不对听 所以不会说真话 你听 独裁者困扰 其中一个问题就是 旁边的人是不会说 真话你听 但是呢 你 不能够信旁边的人 通常不可以信 没有了 资讯 不流通 他也不愿意信 一些自己不耐听的 那漸漸走入这个困境 老毛晚年也走入这个困境 但是老毛晚年 还算是醒了 他的权术 所以他就安排了一些人 有个制衡 安排了华国锋 啊 啊 邓小平 复出 复出又打倒他 臨死那几年 是搞了这些事情 就是证明他既知道 不妥 但是他又改变不了 他那个无奈感 那这种无奈感呢 提早会在习近平身上出现了 他知道整个中国 现在去到 他打完都能贪 好像做一些 就是更正一些逆境 啊 但是整个国际大势一路变呢 他的能力能否应付到呢 很勉强在支持 但是他支持了多久呢 是不是 是不是这么顺利呢 鬥到其他人就容易了 鬥完之后他骑了所有东西了 拿了拳 那他能否应付到未来 中国在国际上好 国内 国内国外 是不是 很多问题开始浮出来了 是不是 以往那几年 还依赖Omicron 和邓家 邓炳强一样 李家超和邓炳强一样 这些借头借脑 走了独裁了 独裁就去到帐头了 但问题呢 问题也开始出现了 整个中国 他失业率去到二十多个百分比 国际形势游行不得也哥哥 虽然好像很风光 这两天 波林肯去了 但是呢 还未知会不会见他 暂时没有新闻 两个说法都有的 但是我说如果见他 就显示习近平没什么信心 比较贵 急于求美国 正常他不应该蠢到这样 不要说不蠢 他不是一个最聪明的决定 最聪明当然不见他 留下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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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太高兴去见他 要是呢 要是呢 柏南法出卖了台湾 諸如此类 背后 聊了七个小时 跟外长秦江 跟着他见王毅 王毅不重要的 因为秦江王毅 一生气而已 如果他有些很正的事情答应了 那就开心了 明天就见他了 机会不高的 正常不高的 但如果都见他 那么显然呢 显然呢 显然老习就不太行 但这个是另一边的话题 我现在经常说 老习现在这个年纪 作为一个我又七十 但我十个月 这样呢 是呀 我三月嘛 五月 十个月 但我十个月的人 我们完全明白呢 就是你 人生是很多人 去到这个年纪呢 七十古来熙这句话 一中的 就是说忠然 还很聪明啊 你问我 我叫你做议员 你真的不用? 不用 律师真的不用? 不用 最好什么呢 最好继续做片 吊七人 简简单单的生活 教书呀 写一下东西呀 就是这样就算了 因为 你说20年前的我说什么 搞革命我也是 就是五年前 看到六十几而已 六十几 六十四啊 就是佔中啊 那些 情绪是会上升的 但是现在的情绪是越来越不上升的 忠然我嘴还好像很厉害 因为人的年纪是一个无形的枷锁 是不是? 就是除非你不会想 我没理由不会想的 你不想而已 就是一路倒数着 是不是? 你买年纪都是如你吃到八十岁而已 那你就说我这么生猛 我怎么知道 我现在走得走得 你看数字就是这么多 如果美国人平均是七十六岁 平均是七十六岁 所以他就对了 跟你买年纪 女人长远些都是八十二八十三而已 平均是这样 但是我觉得是怎么也多些 多些多了多少啊? 多了十年好没有? 够中了 是不是? 那也不是很久的 我回数二十年前不是很久的 在二十年前开始搞网台了 所以你知道 就算是小小搞个大一点的网台 我不知道 我都可能不要了 他呢 他一路碰上来 冲到最近冲到最顶峰 独栏大权 宪法都赶了 始终老毛当时 老毛当时就是七十二岁 发动文革 是不是? 一九六六年 奪回权 再一次奪权 几年间 他是轻轻辞了几年 但是当然现在他不用了 他已经奪了权 但是跟着 面对的东西 其实跟老毛差不多 你是不是改变了中国的官僚 不要说中国几千年 你只是共产党的几十年里面 那些官僚制度跟心替库的东西 你能否称到 打贪容易 但是你徹底改变 没有贪污 就没可能了 他自己知道 你搞清楚了 然后你推动 要变为大国 你看不看得到呢 要看你有没有接班人 因为你没有可能 二零四九还在当权 你很长命 九十几岁 比老毛十年以上 你才有机会 看到二零四九世界第一 二零四九是不是世界第一 就是建一百年 中共建党建政一百年 变为世界第一大国 就算是你未必看到的 你要看到的就是五年到十年 你拿着权 而你的体能 你自己自信 还可以五年到十年最多 最多的 自己明白的 你不是五十岁 五十岁 五十岁 三十年后 还是我 是不是 我当然是很多囚传每次 怎样计划 这样计划那样 但是一个七十岁的人 大多数你看到周围的民主国家 换了几脱人 除了拜登老过你之外 拜登还是 但是拜登也讨论一下 你看看十年前的胡锦涛和今天 十年前的胡锦涛 不会差过他 健康状况 精神状况 决策的状况 但是现在是什么样 是吧 去年是什么样 整个被欺凌的 迟钝的老人 是吧 老江更加 老江算是醒的 那个样子的姿态 其实是有限制的 不道理的 那他明白的 还有就是他旁边的人 是不是真是聪明 是不是忠心于他 独裁者的困扰就是 他永远不相信旁边的人 其实你现在见他旁边的人 都是几年合作了 合作多久的人不多 因为他都是不信的 最好就换下换下 换下换下 换了自己人 但是自己人久了又可能 我昨天介绍过了 你如果在中国的历史里面 独裁者是吧 一半是在任务被人堵 很少说 反而你交了权出去 做了太上皇的人 多数是善忧可以 就是这么简单而已 封建王朝也是的 你拿着权的人很少可以正常死亡 多数是被人弄下来 猷杀 而猷杀他的人 就是在中国的传统里面 就是旁边的人 最大可能就是旁边的大臣 就是勇立新军 那样就借路借路 堆下来 诸如此类 好了 这个七十岁的习近平 我们是不是应该祝他生日快乐呢 礼貌上是不是呢 当然我们不喜欢他 不喜欢他 他也不喜欢搞生日会 也没有 至于阿超 明明这些东西 醒目应该祝贺他 或者借头借路 说话期间 没有啊 读什么学院呢 早两天 上去给那些记者问 政治局上有多少人啊 你问外长是谁 他都未必知道 那些AO 就是如此 我说这些东西 他们没想过 七十岁 六十岁不退休都被人吵的了 六十岁就要退休了 六十岁退休了 享受两元车的了 谁不知 阿习生七十岁 有些过分的了 还在那里握拳 握拳也不要紧 你都定了 我第二把手第三把手 整队人好备的了 好像拜佬登那样 其实他早那队人不错的 总之各式其识 各时其分 他只在那里做决策就行了 老宅不是的 你留意老宅 什么都要自己决定 好伤老根的 其实他 所以他熬了多久呢 我们看着就行了 这些独裁者的困惑就是这里 虽然你是独裁 但是你也是 超级孤独和辛苦 而且你不知道 接班的 你不敢找接班人 你想想想 他的矛盾是什么呢 第一他 你找个最聪明的人 五年后交给你 你跟我做八成的东西 五成的东西 我都舒服很多 是吧 有时间去打电话给 习 习 习 你怎么 都有这些行情 现在连这些行情都没有 什么都要自己决定 是吧 他以前可能工作狂 这几年我都见他 我见他作为一个老人来说 我颇同情他 非常辛苦 我早就安排得好好的 工作时工作 休闲时休闲 游戏就不喜欢游戏 我读书而已 休闲就是我读书 运动 读书而已 但是我自己安排得好好的 太辛苦的事情都不做 老了自然会这样的 他不是 他转转 因为他的质量更大 是吧 所以如果突然间有人打电话 安排你的频道很厉害 我收购了你 我们搞个厉害的媒体 你拿了 所以我早点死而已 算了 好 讲完 讲第二个话题 无限风光在险方 还有人生七十古来戏 杜宝讲的时候 为什么七十 他用这个字呢 因为中国的千古传统来了 七十岁就是一定要退休 第二个话题 老臣在在也好 没有人敢阻止你退休 或者认为你不忠退休 因为这个是重要时刻 但是老杂就反其道了 他不是退休 而是刚刚准备大展拳脚 他自然感觉到自己有没有能力去做这些事情 还有那个压力 还有那个感觉 我可能非不足以为外人道 为什么我又说到呢 因为我也是老人的意思 老人的自然他明白他的心理 好